雍家瑞、唐麗球和曹敏利 出席为延瓦习的可重用口罩捐赠行动 希望在防疫的同时 亦都可以为环保出一分力 Virginia就说由于疫情关系 所以大仔都由美国返回香港 不返回了 因为疫情关系都留在香港 但上课就返回 但接下来小仔去到时服货 要开学学校 自己有没有什么准备给他住房 其实也有点担心 其实他也习惯了戴口罩 吃东西可能要小心点 或者不在学校吃东西不脱口罩 至于唐麗球的女女吴志希 目前身处温哥华 不过波波就说对当地的防疫措施很有信心 加拿大那边其实都控制得很好 所以她也有足够的口罩 她也有足够的洗手各样东西 所以没问题的很放心 但她没有问过那边的情况 有没有出街多不多人戴口罩 他们是这样的 坐巴士坐成都是要戴口罩的 但在街上就可以不用戴 但她在温哥华那边其实就OK 因为多唐人 中国人的警觉性比较高 所以那边的情况是控制得很好 由于疫情关系 很多人都变身厨神在家煮食 而曹敏里也不例外 还煮上瘾了 其实暑假本身就答应了女女 有些攀任班给她的 谁知道疫情关系 就很多东西都cancel了 那我就跟女女说 不要紧了 妈妈和你煮吧 那煮下煮下就越买越多材料 用具就开始煮上瘾了 连妈妈都煮上瘾了 就开始天天和她煮 就煮很多东西吃 那我就很小心 我只是make sure我只是做tasting 但他们忍不住 所以全家都肥了 其实他们个个都厨艺了得 如果约上一起开大食会 相信一定可以大饱口福